你到底是无头苍蝇的在忙 还是你有刻意抽出一些时间 让自己放空 有时候的停留 反而是让你再多出发 更有效率 大家好 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 观看这一集的YouTube 今天的主题就叫做 时间不够用怎么办 相信很多现代人 都有这样的感触 我们确实有事忙 没事好像也没闲下来 所以我要用一位作者 他把时间用这个方式 比喻非常的恰当 我们一起来想象 假设你的眼前有一个容器 放上了一些石头 大小不一的石头 眼看整个容器都装满了石头 就好像看起来 我所有的时间 都被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通通沾满了 但是呢 你还是有办法的 比如这个时候 你就用一些沙子 细细的把它再塞进 这一些石头的缝隙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还是可以装进不少的沙子 这就很像时间 好 当你觉得 哇 整个石头缝已经充满了沙子 没有任何的空间了 不 还是有的 这个时候不妨你再倒进一些水 你会发现还是可以装下不少的水 那么这就很像时间的分配 乍看我们好像已经都被充满了 真的没时间 但如果你懂得善用 你还是可以抽出一些零碎的时间 如果你还更懂得心思细命的去规划 你还可以活用一些时间 那现在呢 我就用思杰老师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呢 觉得生活永远都可以做不少的事情 比如大家都知道我吃饭很慢 对不对 我常常是细嚼慢咽的 所以我为了维持 能够让我有这样子慢慢来的品质 但又不会浪费时间 还是可以做一些事 我就会在吃饭的同时 也看一下新闻 不至于影响消化 因为我确定我是非常细嚼慢咽的 并且同时 我还会让我的脚运动 也就是保护我的膝关节 比如国内 有一些名医都告诉我们 怎么样平时要做呼吸的三运动 所以呢 这些运动都是很柔和的 所以呢 我等于同一个时间 我可以做三件事 而且我确定 我吃东西是慢慢享受的 细嚼慢咽 而且我也可以了解 今天的国内外大事 然后同时我还对我的身体做一些保养 所以我现在膝盖真的有力很多 我在练武的时候 老师都觉得 你这样的年纪可以有这样的苦肉背起来 不简单 所以这也是一种善用时间活用时间的方式 那现在呢我也要提醒现代人 你要注意你到底是无头苍蝇的在忙 还是你有刻意抽出一些时间让自己放空 你会发现有时候的停留 反而是让你再多出发更有效率 我要举的是北海道大学 那么他们有一个叫做进化生物小组的研究 他们把一些蚂蚁 每一组大概30只黑蚂蚁 分了三组 然后同时去观察 研究小组发现呢 这些蚂蚁啊 90%以上都是非常勤奋的 一定会到处去找啊 有没有甜的东西啊 有没有面包屑啊 非常的勤奋 但是呢 他们也同时观察到 就是会有那么几只 非常的懒惰 无所事事 在那边东张西望 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他们就拿有颜色的笔呢 在这些懒蚂蚁的身上 做了筑记 好 结果等日子 几天过去之后 他们发现 当他们刻意把食物都移除 不再有任何东西 让他们直接可以找到的时候 他发现那些平常很勤奋的蚂蚁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停在那里 束手无策 但是这个时候 懒蚂蚁的效应就发生了 他发现这个 看起来没有在做事的蚂蚁呢 反而就会很笃定的把这群蚂蚁呢 带到有食物的地方 于是他们研究出了这个叫做 懒蚂蚁效应 也就是提醒我们现代人 当你一直勤奋于工作 你就会疏于用理智智慧去做事情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刻意的留白 让自己没事做 那不是无所事事 而是在积蓄你更高的策略 更好的看见 这是必须的 所以对于你常常觉得 我们没有时间的人 现在四季老师要给你三个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投入红海时间 这个指的就是工作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红海指的就是 在商业上竞争很激烈的 会让你花很多心力 焦头烂额的 这个叫红海 所以当你投入红海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这就是你的工作 第二善用蓝海时间 这个蓝海呢 如果是在行销生意的策略 就是蓝海策略 就是你要去开发一些 一般人比较没有在竞争的领域 或者一般人还没有去开发 这样你的商机才会多 那在我们的时间管理 就是要提醒你 要去善用零碎的时间 因为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空隙 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石头的缝隙 还可以放下沙子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善用蓝海时间 你就会发现 你还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 做你想要做的事 那第三就是活用滨海时间 所谓的滨海意义指的就是 你要懂得在生活里面 有一些过渡 比如说你在等人 你在等车 总会有这种过渡时间 你要懂得去活用它 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又多出了一些 那么这些都是策略 第二呢 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是个大忙人 刚才我提供的这三种 你用了你还是很忙 时间不够用 那接着你就要好好听听 我这个建议 那就是排出顺序 确实执行 然后放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于一个真的你事业很大 或者你的工作性质就是大事小事一堆永远做不完 你要排出顺序 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你那个序位要排出来 然后确实执行 当很多事来 你没有办法同时做这么多 你就回到你的顺序是怎么排的 就用优先顺序来做 那所以后面的顺序 你做不到的 你就要回到第三 叫做然后放下 因为你已经尽力 而且你已经把最重要的事先做了 所以你就要放下 这个是对那种 无论如何 你确实就是忙不过来的人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安排 那像思杰老师 现在我生活 我时间规划的序位 第一就是 轻松自在 你一定会觉得 老师你怎么这么不努力 不是的 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岁月 很多人知道 我为了穿越我生命的困难 我曾经连续十年 每天只睡三个钟头 真的完全不夸张 我每天早上三点半就要起床 然后一年最高纪录 讲八百场的演讲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身体 感谢上天的帮忙 让我能够这样身心灵健康 我能够这样的走到今天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调整了我的策略 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让自己的身心灵要放松 也许我不一定已经赚够我要的财富 但是我一定要这个最大的财富是具足的 那就是要健康 我的心情要喜乐 所以我常常都会有晚到的习惯 那大部分我的晚到偶尔是真的有原因 但大部分不会晚到太久 都是因为我在享受我的放松 因为我发现我每天早上起来 除了这个刷牙洗脸 基本的保养是必要的 我一定要先吃个蛋白质 然后喝个咖啡 吃个坚果 然后你知道这个准备都要过程吗 我一定要先经过这个 然后再喝个胶原蛋白 然后才开始化妆 那我发现我光前面那一大段 做起来大概就要一个钟头 就要一个钟头 因为你知道我都是slow slow的 我在我的家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50平 我光从我的房间走到厨房 已经一段距离了 那我就很享受 做事情都顺顺的来 慢慢的来 因为对我而言慢就是一种休息 就是一种放松 所以只要跟他抵触的 通常除非那种搭飞机 不能开天窗的 否则我就只能请我的伙伴们 多多谅解 因为思杰老师只有这个小小的缺点 也不能说小小 就是说因为我已经问我自己 这个对我来讲是生命第一个虚位 所以除非万不得已 我都尽量让自己放松 所以当我时间不够用 我是这样子来宠爱自己的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于很忙的人 我还是要提醒你要增长智慧 你才会知道如何用比较少的时间 做出比较正确又有效率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成长听言讲 也欢迎你在FB看看思杰老师不定期 都有一些线上演讲 他不但是不收费 还可以为你解个案 大家可以多多的运用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复习 今天对于时间不够用的人 要好好地去运用的三个步骤就是 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在工作跟休闲 很平衡永远时间都够用的人 我们一起加油 喜欢我的影片吗 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